依切爱的主,我向弥祥福,我将我的意念、计划和前面的道路完全交托给弥。 恳求弥成为我的主,在今日完全掌管我的生命,阿们。 二天父上帝,让我今天拥有完全的平安,远离犯罪,免得我得罪弥。 请赐给我力量,来抵挡邪恶与诱惑,奉耶稣的名,阿们。 三主啊,请用迷的圣灵来充满我,更新我。 请打开我心灵的耳朵,让我能聆听到迷的声音,并按着迷的话语而行,阿们。 四主啊,请赐给我智慧,只说造就人的好话, 让我今天能对他人说充满启迪,鼓励的话语,能说激励,提升和鼓舞他人的言语,为尊荣迷圣明,阿们。 五亲爱的主,我今日要来到迷的面前,恳求迷让我更像迷的儿子耶稣基督, 让我更加效法耶稣,赐给我属神的性格,阿们。 六父神,我信靠迷,我相信迷今天会保护我,保护我的安全,不受伤害和危险。 奉耶稣的名,阿们。 七主啊,保守我走在迷的完美旨意中,请帮助我调整脚步,能行在迷为我预备的道路上, 并在今天让迷更进一步掌管我的生命,阿们。 八主啊,我要将我的软弱,局限和缺点都交给迷, 并求迷让迷的能力在软弱的我身上显得完全。 恳求迷住在我里面,也帮助我住在迷里面,阿们。 九亲爱的上帝,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, 凡是与迷的话语和旨意不一致的地方, 求迷重新调整我生命的次序,好让我预备好自己,能胜任神国度的服饰,阿们。 十父神,请再次在我的生命中动工,透过我来触及他人的生命, 去扶持跌倒和受欺压的人,去带领罪人和被盗者来到迷的面前, 来经历神救恩的大能。阿们。 十一主啊! 我今天为世界和平祷告, 让我不因战争、战争的谣传, 和人们的冲突争斗而心烦意乱, 而是要在信仰上站立地稳。 要确知正如耶稣胜过苦难, 我也能得胜,并活在他完全的平安和同在里。 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,阿们。